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 薩達傳說礦野知習中文版 我說了為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在 哈游達馬神廟 在雙子驛站的對面 之前我介紹這個神廟的時候 我說你可以從雙子三次塔這邊 繞過這個河道 從下面 然後經過雙包哥哥的橋 來到這個神廟這邊 可以這樣做 那你也可以 從雙子三次塔這邊 爬山 一路爬山 爬過雙子山 從雙子山這邊跳下來 解這個哈游達馬神廟 為什麼要這麼費工 因為這個神廟還沒有解之前 外面都是很多很多的荊棘 很多刺在外面 所以根本進不去 後來觀眾告訴我一個新的解法 我想要在這個影片分享給大家 這個是橡湖提供的解法 我之前好像也有聽過這樣的解法 通常你在解這個神廟的時候 你就是體力也不太夠了 剛開始玩 他在雙子驛站的對面 所以你可以用製兵器 爬到後面的瀑布 他從瀑布那邊跳下來 就可以解個神廟 我覺得這招超棒的 像這樣 你可以讓你的製兵器當作一個階梯 然後爬到高的地方 再從高的地方跳下來 有耐心一點 我覺得這個比爬高山好多了 那當然是要等沒有下雨的時候 才能做這一招 才能用這一招 你就從河道那邊過來 雙子山從河道那邊過來 不用爬山 然後到這個神廟的時候 如果外面有尖刺 你就用這個冰柱 然後從上面跳下來 你可以爬得再更高一點 然後就可以解這個神廟了 這就是這一集的薩爾達傳說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Apply eu 不照問 id 我們下個 псих獎 我們下個 псих哲語 orph兆